这个景气不好 大家不消费 但是在这个时候还有不少的量饭店 把他们的经营版图扩张到台北线 因为在三重 芦州 还有五谷 这些新兴的商圈就有100万的消费人口 一把一把往菜篮里放 成堆的青菜每把通通5块钱 将便宜得快很准 因为还不只是青菜 一颗柳丁只要一块钱 挤不进去的就努力伸长手 婆婆妈妈想省买菜钱 不但得早起卡位 还得有耐心 一个接一个队伍排得在场也没关系 因为一块钱就能买到这一盒八颗的红鸡蛋 省了四十几块啊 外面卖差不多五十块啊 便宜啊 超便宜的 哪里有便宜 人潮就往哪里去 即使景气低迷 量贩业者还是将版图 拓展到台北线开展 砸千万开新店 看上的就是三重芦州和五谷的商机 其中爱买和家乐福都各自开新店 打算用一元购买一送一 还有夜菜六元和卡友低价 吸引一百万消费人口 在低迷的时候更需要做反的动作 在这个时候你做赢建的赶快建 因为你这样去年的话你盖不起来 去年的话可以盖 虽然消费紧缩但原物料成本也相对降低 对业者来说 危机路是用低价刺激消费 成了全球金融风暴下的另一种经营策略 中文新闻 五转如听 台北部